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地干活是庄稼罕该干的 这辈子苦自己吃就够了 儿子们要好好读书 将来考取公民后光宗耀祖 等当了大官 儿子们还不念叨爹娘的好 将自己接到县城享清福 所以三个儿子一个个惯得像头生子 疼得似短长儿 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王老头耗尽积血 才将三房媳妇娶了回来 话说兄弟三人不但不是读书的了 还整天游手好险 明明是穷苦人家孩子 却一副公子哥做派 自私自利到极点 老娘在世 铜钱银子串着用 天长地久 还积了些私房 三个儿对老两口 谈不上孝顺 也谈不上不好 可是自从老娘去世后 王老头也因为年老体弱 生了场大病 为此耗尽了妻子的那点私房钱 加上年纪大了 也不能干活了 只能靠三个儿子轮流养着 人说一个老子能养十个儿子 十个儿子不能养一个老子 说的也是 才过一年多 大儿子就不养老子了 二儿子见老大都这样干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 将老子赶到了小儿子家 小儿子见两个哥哥都不养老子了 没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可是还没到一个月 小媳妇就天天指桑骂怀的 骂王老头 说她是啊 老棺材瓢撩 老不死的 整天就知道吃喝睡觉啥也不干 王老头心如刀割心想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呀 赶紧试下点儿自己走吧 可是一想儿子都不养自己了 还指望着去哪儿 自己活着也是个悲剧 这天夜里 王老头趁着媳妇睡着了 从里屋拿了根绳子 跑到屋后面大槐树上 在树上打了个火口 然后把头伸了进去 说道 头说养儿防老 希望下辈子再不要遇到这些个黑心儿子了 说完使劲一灯 脚刚离底 恰恰来了个老和尚 老和尚健壮 赶紧将他救下来问道 老大爷为什么要上吊呀 他烫了口气 哎 我家有三个儿子 一个也不养我 有什么过头 还不如死了算了 老和尚说 这样子 你到我庙里去吧 王老头子说 倒好呢 他跟老和尚来到庙里以后啊 挑水烧茶煮饭扫地 看门 什么都干 也很勤快 就这样 今日三明日四 一晃十年过去了 五十岁末 转眼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有天啊 老和尚把他叫去说 你在我这里混 也不是事 夜落归根 人死了 还有儿子 头发扎钉报恩呢 汪老头子点点头 对啊 我该回去了 想想啊 又发起愁来说 大师父 你看我回去啊 能活得成吗 老和尚说 也罢 送客送到江边 送佛送到西天 做情做到底吧 王老头子 看着老和尚找木匠 打了只大木箱子 里面不知装的什么宝贝 还用一把铜锁锁着 叫人抬上了船 然后啊 又把王老头子 从头到脚 换了一身新 新衣裳 新帽子 新鞋袜 让他乘船回家 船停在老家乌东小河边 王老头子 对岸上喊道 老大 我回来了 没得人猜他 他又喊 老二 老三 我回来了 还是没得人猜他 其实三个儿子 都听到了 可是都当做耳旁风 谁敢接话 不是没事找事吗 就在这时 老大家的孩子 在外面玩回来了 看见爷爷站对岸 大声喊 爸爸妈妈 爷爷回来了 快出来呀 大媳妇听见了 儿子的喊声 双手插着腰怒骂道 小兔崽子 快回家 下扯啥呢 你爷爷早都走了 这时孩子委屈地说道 我明明看见爷爷回来了 还穿着新衣服新鞋子 还拉着一口大箱子呢 好像发了财了 大媳妇一听 什么 发财了 你爷爷在哪里呀 这时 孩子指了指和对岸 这一说发财不要紧 老二和老三 一家人也赶紧跑了出来 一边拉着自家孩子 一边跑 比正月初五接财神 还热乎 你叫爹他喊爷 这个说 我家房子大 到我家住 那可有了 我家国宋大 到我家住 黄老头子 只摇头 我哪家也不过 你们如有一点笑心 就在三家中间 搭个草棚子 不要大 只要能搁张床 放置大箱子 这是我十年的辛苦 死了 还不都是你们的 有什么好争啊 多的 几个儿子一听 赶紧动手 没一会儿 一个草棚就打好了 王老头刚坐下 没一会儿 大儿子就满脸 堆笑的过来了 爹 吃饭了 你大媳妇 给你烧了一手好菜 都是您平时爱吃的 快点吧 王老头 听后摇了摇头 笑着答应了 可是这笑容 似乎并不是发自内心 从此后 三个儿子 每天大鱼大肉地 伺候着 虚寒问暖 有时半夜 还过来看看王老头 不知不觉 十年又过去了 在王老头七十时 得病去了 临死时 指了指箱子说 我知道啊 你们是为了这箱子 等办完丧时候 你们就疯了吧 说完神秘一笑 然后就去了 三个儿子 见老爹一撒手走了 哪还有心思办什么丧事 连哭都没哭 一个个赶紧带着老婆孩子找钥匙 结果被老大找到了 可是大家都不让他开 这是大媳妇说 老头子啊 十年前发财回来 是我家大房孙子报喜的 宝箱应由他开 老二老三点了点头 让小孩子开放心 于是大房孙子 大房孙子把锁 活脱一开 香盖一掀 哪里是宝 全是砖头瓦砾 裸裸壳 三个儿子都呆了 也不知是哪个儿子 先发现老子还挺在床上 怕僵尸鬼似的跑开了 这么一带头啊 旋风过去 草棚子里 没有一个活人了 好了 到这儿 三个不孝子 逼死老爹的民间故事 我们就讲完了 如果你还对其他民间故事 感兴趣的话 点个关注来个赞 我接下来将为你讲更多 更加精彩的故事